量饭店货架上畅销商品 所剩不多工作人忙着捕获 但这些台湾食品恐怕短期内 中国大陆民众想吃也吃不到 裴陆西访台引发的效应正在发酵当中 其中中国大陆是暂停进口了台湾食品 其中也不乏是大厂牌 像是乖乖还有味泉 维利以及泰山等等食品 另外还有高饼业者也被列为禁止进口的名单之一 而这样的冲击恐怕将会越来越大 从8月1号晚间陆续传出台湾食品 农产品水产品果汁高饼等等 暂停进口中国大陆 又正逢中秋高饼业的旺季 突然接获二号只能紧急做好应对措施 其实我们有联络这个香港的分公司 我们希望这些货万一如果不能进中国大陆 我们就会在香港贩售 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 有一个货柜就调回台湾了 中国大陆也算大中 美国比较大 再来就是中国大陆 当然也是有受一些影响 依据中国大陆海关总署资料 截至2022年8月2号 台湾出口的58项食品类中 台湾企业登记3228笔 其中2066笔遭到大陆官方列为暂停进口 占比大约64% 而饼干勾点面包项目台湾有107家拿到在华注册编号 但有30多家业者被暂停进口 就总体来讲可能影响不是这么的严重 我们的最终的消费财 像食品类的 基本上是以 事实上是以美国为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大陆事实上相对来讲比较少 那我们对大陆出口最多的是中间财 比如说半导体 所以这种最终消费财 约略数字可能一成左右 最后伤害的是农移民 这边食品公司它会去调整 它可能会调整我的生产 我的生产进度 我的生产产量 我会去掌控 我会降低它的损失 但是最后不买的这一块 包括劳工 包括农移民 损失的最后是这一块了 到底这是一个短期现象 还是一个长期现象 我们要看 我倒建议政府 怎么样开拓一条新的 这个销售管道 可能是一个根本的解决之道 不止食品高饼遭到波及 中国大陆8月3号 也决定暂停天然沙队 台湾出口 天然沙基本上是用在水泥 在做混刷 混光的时候要用的 它是让从东南亚进口 都是从菲律宾那边 天然沙其实已经进了 五六年以上了 现在这个中国是在打假球 真正的进口到台湾来的 其实是机制沙 这个机制沙对一般混凝储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原料 应建业者强调 目前国内天然沙进口 来自东南亚冲击不大 主要从中国大陆进口机制沙 若暂停出口 影响恐怕难以估计 而中国大陆一连串的封锁 台湾经济手段 加上军演让台海关系更紧绷 一旦围急到台厂供应链 恐怕是双方都满以承受 担心多少有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好 你说打乌克兰 顶多就是没有瓦斯 打台湾就什么也没有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供应链再切割 所以才会有墨西哥厂的扩建 会有越南厂 会有马来西亚厂 会在捷克也会 我们也会扩厂 长期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供应链 双边贸易环环相扣 但对完对台措施殷勤不定 政府应该做好全盘应对计划 开辟贸易新思路 降低经济重创程度